99%的可能你赢不了这个游戏 规则很简单 给你三个小圆片 要求你把桌子上的大圆盖住 露出一点点颜色都不行 失败的次数多了 有的人可能会怀疑 三个圆片根本就压不住大圆 可店主为什么能轻松做到呢 其实这可以转化成一道数学题目 比如这个 咱们来画一个大圆 想要用三个小圆把它盖住 那我们不妨先把这个大圆的圆弧 等分为三部分 A点 B点和C点 然后连接AB取它们的中心点O1 以O1为圆心 AB为直径画一个圆 不就能包住大圆的三分之一了吗 同理我们再画出另外两个小圆 刚刚好底部的大圆 被上方的三个小圆盖住 非常完美 也就是说 我们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可以在脑海里画出大圆的内切等边三角形 然后再把小圆的直径对准它 放手 不过可惜的是 游戏只能隔空操作 受势力方向和阻力的影响 圆盘不见得能直直下落 所以还得有运气的加持啊 好 回到那个数学题目 我们假设大圆的直径是1 连接AO和BO 很明显 角AOB是120度 那能算出小圆的半径是2分之根号3 也就是说 想要盖住一个半径为1的大圆 三个小圆的半径至少是2分之根号3 可问题是反过来的 小圆的半径为1 求能覆盖最大圆的半径 答案也很简单 只需要去刚刚结果的倒数就行 最后的选项是C 2分之2被根号3 到这儿还没有结束 因为我发现 这个游戏不仅仅有三个圆的版本 还有好多个圆的 它同样需要技巧 例如这个五圆版的 首先把第一个放在最左边 这里大圆与小圆的相交点 差不多就是小圆的直径 接下来将第二个圆盘放在上面 然后在下方放置第三个圆盘 它的位置要偏上一点 此时我们来看剩余的颜色 还是蛮对称的 现在放第四个圆盘 一定要注意 不要让上方的颜色露出来 最后把第五个圆盘的中线 对应着大圆放下就搞定了 咱们再来看看六圆版的 这难度又提升了不少 不过整体看下来 我的感受就一个词 对称 对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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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